尿皮尿疾及月经不调案例 月经提前4至5天尿瓶尿急 喝水后马上想上卫生间 16年开始白天耗睡晚上做梦 2017年看见元席点公众号过来体验一次 2019年2月份开始睡觉时出汗量大 2020年2月份晚上10点到4点出汗量增多 要患4到5条毛巾睡不着眼球发黄 脸皮发皱后背疼发虚汗 背部无力口干同年7月份自止用源时点调理 包胶水温过先生帮忙按推加深运动 眼球发黄脸皮发皱改善了六肢吃成 其他症状没有改善 2020年8至10月份做艾灸停止源时点调理 改善了背疼膝盖疼 因其他症状没改善 于2020年10月29日再次来到10月10点调理 来时症状 口干大部分时间都是24小时 口干睡眠质量差 大部分时间往上只能睡2到3个小时的前睡人 这种情况有一年左右了 起床时感觉很累很困 眼睛干涩有半年了下背部 早上起床时很累 再半小时以上也很累 这种情况有16年了 出汗多10分钟左右就需要换一条毛巾 晚上11点到凌晨2点 汗更多 这种情况有两年 白天耗睡 困了又睡不着 没精神 有4年左右了 身上 多处长小点 很痒 捉破后 变大裂开 难修复 有半年左右 尿瓶掉急 一喝水马上就要上厕所 白天20分钟左右 上一厕厕所 这种情况有5年左右 地价每个月都会提前10天左右 来时被又累又酸有5年左右了 体力一般 调理到2020年12月18日 第50天 睡眠改善8层 晚上2个小时前睡眠 4个半小时 深睡眠 白天15分钟 深睡眠 孔肝改善8层 月经改善8层 下背部改善8层 起床完全改善 出汗改善8层 掉瓶掉急改善8层 白天耗睡完全改善 皮肤改善8层 个人感悟 接触原始点已有8年 非常监视江医师的理念 身体是靠运动来提高免疫力 治愈力修复的 从因调并通过外力热源 加强运动 锻炼身体 增强体力至达到旧我修复 调理期间听从预工老师的指导 验证落实时 原始点的视节百分之百 增干 每天24小时温敷 饮用温热式饮食 每天爬楼梯60层 深冬衣摆下 吊肝 蛋肝 跑步 冲场等运动 在这里 医不各半月的身体 全部得到改善 心情也非常的愉悦 希望更多的有缘人 能够接触到原始点 并坚信百分之一百增干 将原始点的视节 落实到生活当中 保持良好的心态 实时心怀感恩 祝人为乐 与人为善 人人都可以掌握 健康的自主传 非常感恩张医师 及义工老师们 也希望我在往后的日子里 能够在原始点的路上 一门深入 长期深修 将原始点推广到家家库库 感恩一切